信众透过财务的捐献 提供道场持续发展的经济资源 寺院道场是一个完整性的宗教经济体系 以各种教义实践的宗教活动与社会关怀 来凝聚群众共同的信仰情感 所谓的佛教护法资源的运用 我个人我是不知道各个道场怎么做 但是我相信按照戒律来看是这样的 第一只要用在公的方面 也是要专款专用 我想我们国内有许多道场 其实都也做得不错 就是虽然接受十方功德善款的捐助 但是基本上还是专款专用 都有用在公的上面 那既然有用在公的上面 社会公益的上面 那这就不是寺庙的东西 也不是所谓出家人的私有 既然专款专用 那这应该就问题不大 这个问题就不大了 只要善为妥善运用资源也就好 那最要注意的就是公拿来私用 所以公益的善款变成私人使用 这个应该是我们比较要注意的地方 不管是慈善团体或者是宗教团体 都要避免所谓公款私用的问题 信众透过财务的捐献 提供道场得以持续发展的经济资源 道场则以专款专用的方式 进行弘法立身的事业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